我們這位掌聲歡迎 謝謝大家 好 我們新政院曾偉言 董夢偉言 還有我們成功高中 我們的林校長歡迎 還有我們在座的全體老師同學 大家好 今天學校非常的榮幸 我們台灣委員在百行當中 能夠抽空來跟大家談談談 我們台灣未來社會發展一些創新發展的趨勢 我們再次用一個熱烈的掌聲歡迎台灣委員 抱歉 因為我們今天校長 他家裡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沒有辦法來到這個現場 由我讀書館來代表校長歡迎委員 我想我們台灣委員的一些個人的經歷 他紅片可以說是海內外 全世界都知道台灣有一個國寶 天才IP的大成 我想我這邊不用刻意再介紹我們委員的經歷 那期待就是說今天委員既然多空來到我們 20高中 我們是不是把握這個機會 好好來跟我們委員請教 從他身上來挖寶 我相信我們委員這幾年 有很多創新的思維代表我們台灣 讓台灣在世界上發光發熱 真的是一個非常有能力的一個政府的官員 那我們利用這個時間 來好好的向我們委員請例 向他學習 我想我不容易再耽誤委員的時間 再次鼓掌歡迎委員 我們就把時間交給委員 好 謝謝 非常高興來這邊 那也跟先生參加的 我們要打個招呼 那應該有台iPad嘛對不對 有人正在控制這台iPad 那可以就給我嗎 謝謝 那我的演講 可能之前有人在我這邊看過 大概都是靠大家拿手機來掃這個QR Code來決定 那剛才我在來的路上 就已經看到有很多的問題了 那所以如果大家還沒有掃這個QR Code的話 可以趕快掃一下 那如果QR Code不夠大的話 那我們可以手動真的把它放大一下 01018嗎 我剛來的路上才能知道說 一般在現在上課時間 是手上課時間要升級的 那不過剛才應該已經稍微有些 軟件可以拿到上課了 這邊有網路 開始了吧 用我自己的網路也可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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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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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也會看到說 就是有很多比較無意頭的問題 也都會聽出來一點 這都是沒有問題的 我的做法大概就是 我會highlight 目前最高票的 目前20票的會說 為何上的跨市民政 然後我就會稍微回答一下 那如果覺得回答太過簡短 或者是有在追問的 那可以在最新的問題那邊來追問 那如果追問大概都回答了 有沒有什麼人要舉手的話 那我們就會再往下再往下 那一直到表定是12點 直到12點為止 所以就是如果有想到什麼的話 現在就去投上去的很好的時間 那然後有時候 會說這個什麼 沒有買書就可以簽名啊 可不可以合照啊什麼之類的 那我想我們在演講後面會安排 就是合照等等的時間 我們就不用大家討論的時間 來處理這個 那我們就開始了 好 那有三十一位朋友們問說 為何成為啊 所以我並沒有成為什麼 我常常是說 它就是一種經驗 然後跟不同的經驗 就好像說我不會接聽說 我是哪裡人 我會說我住過哪裡 我有住過另外一個地方 我也不會說我是那時候的學校的校友 因為我 幼稚園念了三個小學 念了六個 國中念了一年就錯學了 所以我也不會特別 identify 就是不會特別認同 錨定在人民的特定的標籤上面 所以通常我跟過經商的朋友 想的都是說 我是二三歲的時候 經歷了一次青春期 然後我二十四五歲的時候 又經歷了一次青春期 那這樣子的講法跟說 你如果本來是一個新別 成為什麼新別 這是不同的講法 因為如果你說你是什麼 成為什麼 好像是說你本來住這裡 後來搬到別的地方去 那感覺上是會同時在兩個地方 但事實上現在 大家不管是透過時序 還是所謂二地局 會兩個地方跑來跑去 事實上是可以住成為一個地方的 那所以同樣的道理 我如果說我有過這樣的體驗 我有那樣子的體驗 那不管你是怎麼樣的人 大概我們都可以分享一些體驗 但是我如果說我本來是這樣 後來是那樣 那這樣好像是說 在我腦裡把人類分成兩半 然後一半本來離我比較有點 後來離我比較近等等 那我是用這樣的方法來說明的 那所以大家可能也知道說 為什麼 所以我們應該 怎麼樣 每兩分鐘稍微來看一下 好 那 所以我們也知道說 這個做法也放在各種不同的事情上 像可能有人知道說我在2016年 剛擔任政務委員的時候 在人事資料上面 除了心底的那一欄是填湖之外 我右邊的那一欄 黨籍也是填湖喔 所以我並沒有增長也沒有黨籍 我黨籍 那這個在國外的朋友就問我說 是哪一個比較困難喔 那我就說其實在台灣的話可能是 就是一直保持著沒有偏向特定的震盪 還比較困難 比跨星期也覺得還要困難一點 那但是這樣子的想法 我覺得是一直是在我工作的過程裡面 都是這樣 就是如果有一個人他說 他跟我沒有共同的體驗 那我就會想說 我怎麼樣去跟他有比較相親的體驗 而不會變成說 好像我的認同就跟他不一樣 所以他排除在這個 我們討論的範圍之外 所以就是所謂的 take all the sides 選每一篇讚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意思喔 那有一個比較像是追問的喔 有一個問題是說 在日本留學的時候 曾經遇到過什麼學業上面 日本有留學的好或者是不喜歡的部分喔 還有什麼選擇喔 那我認為是一個對非二人形別的這個 這個 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但是如果會有這樣的問題前生喔 剛剛有一個程序問題有人問說 能不能拿手機拍照或錄影 當然可以 那今天的整個錄影 我們也會用CC授權 就是公開的放在YouTube的網路上 所以想拍照 錄影 自拍等等都打卡 都很歡迎 那所以我並沒有在日本多學過 那當然我有很多日本的朋友 我也去過日本好幾次 那確實日本在就是LGBTQA A and us 等等這些議題上面 是比我們要再保守一點點 所以如果是有這方面的 concern 的話 那當然如果你要去 那我就會建議在比較國際化的 可能比較都市化的 或者反過來講就是在 每個人都認識每個人的 然後你在那邊已經有些社會 就是年輕有朋友在那邊 可以為你擔保的 那這兩種情況 大概都比較不會碰到 生活上面的困難 那但是如果一下子 就去一個人生裡不熟 然後又等於是 你是一個他們碰到的 肺炎人性別者的話 那可能就要自己要先 加強自己的就是 玻璃性的部分 來強化玻璃 到某個程度就是到 每個人問你都可以很 泰然自若的像我剛剛那樣子講一套 那這樣的話 泰然也不會有什麼問題 不過我的現在的想法是說 現在的留學 因為我們知道最近那邊 疫情的關係 所以其實很多 你到了那邊 但是其實也都是 就是關在特定的地方 或者是特定的空間 中間的這種聯繫 那所以我會覺得說 與其說現在就想去 立刻要去那邊留學 不如說先透過網路 先讀識那邊的朋友 先有些社會上面連結的脈絡 像我自己 我在24歲的時候 25歲的時候這兩年 曾經環遊世界 就是所謂的沙發衝浪 就是跑到一個網友的家裡 住一陣子 知道他受不了 想要把我趕走 那我就說 你要建議另外一個人 我可以去他家住 我才肯走 那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這兩年時間 今天就 大概二十幾個不同的城市 大概十幾個不同的國家 那這個時候就很重要 就是說 你在去那邊之前 在那邊 就已經透過網路 已經認識一些人 他知道你們說話也 那這個情況下 其實全世界都可以 是你的朋友 這個沙發衝浪 所以現在不是一件 困難的事情 那這個時候 我覺得你的選擇就比較多 就不會一定是日本 或者是特別的其他的國家 好 好 48歲的朋友問說 是不是 支持穿便服道校 這個其實是 校園民主的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題目 我自己在小學六年級的時候 當時的話 我們班上 就有辦過一場便論會 然後 其實我時間不知道 會抽到正方還是展方 那所以就是 能不能穿便服道校 還是一定要穿便服 那後來我就被抽到 穿便服的那一方 那所以我就一定要 為穿便服便服 那但是因為 我就跟他便服 所以我就想來 很久到底要怎麼辦 所以後來我們就 我的那個辯論策略 就是說 那就是整個六年級的 那一班的學生 的 討論出來的一個 類似班回 那個也算是便服嘛 所以 不但我們這一班 跟敵人都不一樣 而且這個不一樣的狀況 是能一起討論決定的 那所以 大家就只要 就是有那個mark 放在自己 就是 穿著的任何地方 那就算是一種制服 所以這個就是 所謂的社會創新 就是 關乎每個人的事情 就是公眾的事情 但是每個人 都透過參與來決定 那如果能夠透過參與 來決定的話 這個就是你自己制定的 你自己制定的時候 就比較會心甘情願的穿 就是說 大家對於制服 或者是一些 什麼吃加油 還是什麼之類 就是整個服裝應容 最大的一個挑戰就是說 沒有自己的 沒有在過程裡面 每個人可以討論出 怎麼樣子 讓大家覺得比較 比較開心 比較安心的情況 但經過了這個程序之後 可能在你的這個年紀 已經來不及用 但是你是造福學弟妹嗎 就是在後面 再來這個 工作生活空間的人 他就不用自己 從頭這樣子唱 他就可以在 你們已經討論出來的 大家可以接受說 某個程度上的制服 也算是 的這個 就是基礎上面 然後再往下討論 再往下討論 然後這個時候 等於每一代 每一個年紀 只需要付出 一些討論的年紀 然後到最後這個討論 就會沒有擺開 這個討論是被累積起來的 所以我蠻支持就是 透過像這樣子 就是服裝運用 透過學生跟老師的 互相討論 然後來討論出 大家覺得 comfortable的那個 界限在哪裡 那這個討論的過程 比最後討論出來的結果 是什麼更重要 因為每一年這個結果 都可能沒改變 但是這個討論的過程 會形成一種 互相討論的文化 總之我 小學年紀 抽到正常論的時候 不得不冒出這樣子 討論的書 但是我覺得這個 在現在 尤其心得到 下方所有 就是關於 不是只是 裝運用而是 甚至包含要開什麼課 加深加望怎麼開 學秀課怎麼開 怎麼跟社群結合 等等 那都可以有學生 跟家長一起參與的情況 我覺得這是 適用在更多事情上面 那 有位朋友 很可笑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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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願意不用擬名的朋友 關說 對外在創新 好像說 元宇宙的次世代創新 交易中的恆常不變 如何提醒學生 是家長在中間 找到平衡點 元宇宙應該是 就是今年類似去年的 什麼區塊鏈的一個 潮詞 那另外 元宇宙以我的理解 其實就是 所謂共享的現實 共享的現實 就是我們在這邊互動 但是在slido這邊 等於是提醒著大家說 我們這個互動的空間 它不是只有當下 它是有錄影 有記錄的 那這個當下 也不是只有 一對一的 而是大家在 共同探討某一個主題 那所以 就是在我們 面對面這個空間 也不是之外 而是說 把它延伸出去 包含在看直播 Google Meet上面的人 所有的這些朋友 那我們等於 一起共享一個現實 那這個就變 虛擬現實 就每個人都戴著眼睛 然後都進入自己的 在不同的世界 那共享現實 當然有趣多了 因為 虛擬現實裡面 只有你已經 可以預計好的 就是 已經下載了很多東西嘛 那共享現實 每一刻 都可能有一個 不同的問題冒出來 可能有一個 不同的人按讚等等 所以 我覺得 那種並不是一個 真的很玄的概念 它其實說 怎麼樣讓 不是同一個時間 或不是同一個地點的人 也可以有一種 在同一個時間 或同一個地點的感覺 這樣子 那這個其實在 尤其是比較大型的 班級的經營上面 像斯萊圖這種 非常 我們叫什麼 維元宇宙 就是說 它不是你全身全心 都放在一個 那個 VR眼鏡裡面 全部都跑到別的地方去 不是那個 關螺螢的狀態 而是說 就是你 你大部分的人 都在這裡 但是 有少部分 可能透過一個投影機 或透過自己的手機 讓大家可以提醒說 我們還共享另外一個空間 那它就可以去翻轉說 在這種大型的課堂上面 大部分的人 就是對於接下來的議程 就是要討論什麼 沒哲體權的這個情況 相反的 任何人就是 不管 PO關於這個 就是 什麼 肚子餓啊 什麼 微接風的看法 什麼之類的 最新留言啊 它都可以直接進入 我們這個空間內 一下子就可以回到這個空間 來設立大家 接下來要討論什麼 接下來要想什麼 所以我覺得 中間找到平衡點的方法 並不是很抽象的說 那你就去 先上這個 上多少小時的 人宇宙的課程 可是說 在平常的討論裡面 或者是一些互動裡面 或一些 比較大的班級的 課堂裡面等等 就是花一些時間去 用想掃一道這樣子的工具 然後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這樣子的討論 一方面空間上的延伸嘛 就是線上的朋友 也可以透過Slide 都來留言 時間上的延伸 就是透過CC授權 把它公布出來 那裡面有一些 可能大家覺得 比較有趣的段落 我們可以減一減 又變成接下來的素材 接下來的素材 等等 那這樣子慢慢就會 有種metaverse的感覺 就是我們累積的 不是 只是當下彼此的記憶 而是說在 模擬網路空間裡面 我們的互動 可以繼續累積出來 變成之後 我們的互動的素材 以及 根本不認識我們 那其實看了錄影之後 也就發現 所謂它關係 與不關係的類似 的這樣子的素材 那透過體驗 我覺得就不需要去 好像所謂的抽象的 找到平衡點 而是每個人在體驗的過程間 自己會找到 所謂的Better Practice 就是比較好的用 這件事情的方法 所以還是以 就是共同的經驗出發 我覺得是比較好 好 剛剛看到很多 這個拉條的策略 預理點一下讚嗎 不過好像還沒有人按讚 可能要試一下別的策略 好 OK 那另外一個 能可受到問題 對於台灣的高中生 尤其是類似20 這樣子的偏向學校 其實我剛從高天過來 我覺得交通很順利 很純粹 所以我不是很確定 這邊很偏向 我覺得還蠻accessible 就是還蠻可禁的 那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機會 能夠跟全世界同年名的人 競爭嗎 這個問題我就問錯了 因為我沒有上過高中 然後我也從來沒有 跟別人競爭過 所以我可能只好直接放棄 但是在放棄之前 我想我還是先講一下說 為什麼是這樣子 就是因為我的工作 現在是政務委員 但是其實是我的研究工作的延續 我在國中二年級的時候 當時想要研究的題目 就是我們怎麼透過 網際網路上面的一些 像slide這樣的互動 可以讓本來就是 各自在想各自不同事情的人 能夠凝聚到彼此很容易 彼此信任 快速的彼此信任 我們都知道網路上面 很容易快速的彼此不信任 就是一個字講錯 只為一個圖貼錯 一個梗用錯 然後就互相封鎖啊 刪除啊 加好用 這個也是很多的 但再反過來講 就是除了一言不合的部分之外 你也可以透過一些設計 讓大家發現說 因為我關心的不是只有我在關心 但是有六十億個人 按讚 他也都關心 所以就很快的 就可以達到一種 比較團體之間的 我們叫rapport 然後就是大家彼此信任 彼此支持 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大概十四五歲 就對這個研究題目 非常的有興趣 所以我就當時告訴我的國中校長說 我一天想要十六個小時 都投入這個研究 我不想要只花八小時 就是下課後的那八小時 來投入這個研究 那校長就說 我支持你的研究 然後你明天就不用來我們學校了 然後教育區那邊我幫你擋著之類 所以後來我就沒有再去學校 那我覺得這個經驗對我學很重要 因為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就再也沒有人跟人之間競爭的這個感覺 那之前在學校裡面當然是有啊 因為當時我們是看段考的成績 我們那次是那個班級那幾個學院 是不考年考的 是靠平常段考的成績 來決定要讀哪一個高中 所以我離開國二城 我還固定每個月會去考段考 然後都交白卷 因為這樣子我才能夠幫我們班上的同學 到比較就是他們想要念的高中 反而我沒有要念了 所以就是說這個情況下 因為我跟我的同學之間的關係 都變得非常好 所以他們都覺得說 我完全是幫他們的 完全沒有要把他們評下去的意思 然後我在做的課程題目 或者是我去數學禁止啊或什麼 他們也都不覺得有威脅啊這樣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看 你是不是找到一個研究方向 這個方向是你不需要就是別人 從外部告訴你說 那你做得好或者你做得不好 我有沒有做出一個網路上面互動的空間 讓大家都可以按讚等等 那個是實際使用這個空間的人告訴我的啊 不是我的老師或者是考察中心 或者是什麼就是外面的某個認證單位告訴我的嘛 所以當我有做得好不好 是我可以自己去檢證 而不是等外面的人來檢證的時候 我就完全沒有一種我在跟同年齡的人競爭的感覺 相反的我在做的任何事情 對於不管同不同年齡的人 都是有幫助的 那也因為這樣 所以後來我進入職場之後 我就從來沒有過那種 我想要被靠河靠平什麼的狀態 因為不管什麼團隊只要引進 我在研究這樣子的技術 大概對那個團隊都是好的 他不會把團隊裡面任何一個人換掉 反過來講就是我在的團隊 所以任何人進來他只要願意進入這個空間 也對其他都是好的 也不會他把我還掉 所以這個情況下 我就從大概15歲到現在已經40歲的話 就從來沒有過這種 想要去面試把別人擠掉 或者是別人要把我擠掉的這種人 跟人之間競爭的關係出現 所以完全是看你有沒有找到自己一個獨特的 但是又能夠幫助其他人的研究方向 或研究題目 那可以說就是15歲以前的時間 大概都在等準備自己到 能夠找到這個研究題目為止 那在找到之後 就已經完全沒有這樣子的問題了 那我在的那個部中 就是北正國中 也是溫山區 就是在我們的那幾個年級之前 比較有名的幾個學長期 大概都是覺得在街上 你如果碰到有人想要搶劫你的這些綁派的話 你可以說我是北正國中出來的 然後他可能就會放過你 因為他也是北正國中的學長期 那樣子的國中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並沒有什麼原因說 一定因為你在哪個地方 或者是你旁邊的社會團體怎麼樣 你就不能夠挑你的研究方向 而且後來其實我跟北正部中 這些學長期的研究 都變成在不錯的動員 發現我並沒有說 我拿了什麼課程提議 什麼就去好像看不出他們 或者是壓制他們 完全沒有 因為我所做的這些工作 對他們其實也沒有威脅 也是有好處的 所以你如果一開始 就想要跟童年年競爭 那他們當然就會想要競爭 但是如果一開始就沒有想要競爭的話 那你就沒有就是競爭所帶來的問題 所以希望有回答這個問題 不過也可能是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但這是我個人的經驗 那有六四位朋友們問說 剛剛那個程序動議問說 能不能太冷氣 這個可能不是我能夠決定的 但是我就是把它唸出來 那有六四位朋友問說 那對於無力的體問 會採取什麼樣子的態度面對 那因為我在做這個研究的關係 所以我任何進來的品字 或者是語音 我都把它當作所謂語言的材料 或者是語料 就是Corpus 那像在當時 我在2010到2016年在蘋果 做了關於Siri這個軟體 大家可能知道Siri是什麼 我就不解釋了 的研究 那在Siri裡面 我們就有很多非常創意的做法 找一些專門研究 劇本研究 怎麼寫詩 怎麼寫喜劇的人 在你媽Siri的時候 她能夠透過幽默來 來化解這種衝突的這種感覺 所以當時我們就是要處理很多 就是各地的人 用各種無力的方式 想要去激怒Siri 那Siri是機器人 當然不會被激怒 但是我們總不能說 她幫我們也幫我們去 如果幫我們去立刻 明天就上頭條 Siri跟人吵架 對不對 所以就是我們就要用 各種幽默的方式來化解 所以當時她們就看了很多 就是在對話當中 透過語言或者文字 想要激怒對方 或者比較沒有禮貌 等等這些語言材料 那因為可能在Siri那邊 工作太久了 所以不管我看到什麼 現在大概都怕當作語言材料 有時候還會覺得很很有趣 就是原來語言可以這樣 用往非常的欣賞 這樣 那所以就是抱持了一種欣賞的態度 那我覺得很多時候 一方面可以化解衝突 那二方面 你真的可以學到一些 創意的運用語言跟文字的方法 就是一些新的梗 那把它稍微狀化之後 之後說不定 你有什麼理念想要 就是破散宣揚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這些 像名的梗來做到 所以對我來講 大概都是有所學習吧 這樣子 那有六十七位朋友們問說 是不是支持九點上課 通常會這樣問 大概上課時間 應該是早於九點吧 不是說要提早到九點的意思嗎 對 OK 好 那當然 這個是其實最近 我們在公共真實網路參與平台 非常熱門的一個討論的屏幕 就是有超過五千位 應該大部分是高中生 在練習嘛 不要挑這個就是教學 開始的這個時間 然後還延後 那主要的論訓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在過高中的時候 對於睡眠的需求 比成年人要長一個多小時左右 那如果硬要大家的睡眠時間 跟成年人一樣的話 那就算是 塞了很多課程或者是課後作業進去 但事實上 因為睡眠不足的關係 大概也都醒來就還給老師了 所以就是 如果你犧牲一個小時的睡眠 多學一個小時的東西 那到最後 那一個小時就浪費掉 而且你還沒有睡夠 這個是 他們 我維園有 就是很堅實的 這種科學證據在支持的 所以我想 不管是誰 只要在教育場餘都可以同意說 就是讓大家學得紮實 學得真的記得起來 然後變成自己的素養等等 這個是最重要的嘛 那至於什麼時候上課 那當然牽涉到家長啊 接送啊 作息啊等等 並不一定是立刻就可以調整的事情 那總之是要 讓學習有效果的那個方向調整 那但是反過來講 我們學習者 自己要付出一些啊 如果真的變成 就是可以9點9點上課 那但是你的 就是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是每天都划手機到 就是半月3點才睡 那實際上也沒有完成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說 沒能做一些挑戰 來讓大家的作息 可以是比較水面充足的這個情況 所以大概什麼都是要配套 但是在有配套 而且也不會影響到 就是我們課綱的執行 或者是家長的行程等等的情況 然後大家討論得出來一套做法 的情況下 當然睡眠充足一定是 呃非常有道理的 那我覺得這個是很感謝這一次 呃教育 無教授 真的就是讓呃 非常多高中生們分成兩場 因為一場講過完那麼多論點 呃大概都用很體貼的方法去幫校房 或者幫家長 想出一些可能可以搭配的部分 所以這個大方向我覺得 哇這個方向討論我是很支持 但是說呃明天每個學校都一定要修改 沒有配套等等 那個我是當然是沒有辦法更快 但是往這個方向討論 尤其是在現在有比較多水面科學的論區上面 就往這個方向討論我是非常支持的 好那 呃 有一個追問說 如果呃 那我自己如果沒有睡滿八小時的話 那我會怎麼樣子來處理這件事啊 怎麼了 好 好 OK 好 所以我們這是第三台平板了 希望這個第三台 非常快要去處理 好 呃 剛剛那個追問 我的回答就是我會無論如何一定補到八個小時 所以我如果呃 就是晚上只睡了六個小時 那我中午就一定會加上兩個小時的時候 呃分成一個半小時分下三十分鐘之類的方法 但是我的就是同事都知道說 如果不讓我不到八個小時的話 呃 我那一天其實並沒有什麼貢獻 就是我也沒有什麼創造力 差不多就就等於飛掉了 那所以大家都是非常願意去讓我睡個八個小時 呃 那我可以回那個會的很好 但是我本來自在做的事情就完蛋了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 那後來我們就彼此協商 變成我用半個小時當作單位 所以我的同事都知道 說呃 我如果不到呃 呃 就是整點 或者是不到三十分 那就不用想說我一定會會什麼東西 因為我就是工作了大概二十四分鐘左右 然後剩下大概六分鐘 再來會這些訊息 那一方面這個好處 就是通常傳奇是訊息的人 他自己其實是沒有想清楚 所以不像email一樣寫一整片再安送出嘛 即時訊息呃 送出的那個門檻比較低 所以有的時候他還沒有想清楚 那我等到二十幾分鐘之後再回來看 這個時候他已經想清楚 已經比較像一整片email的那個情況 所以我們就可以比較省彼此之間的力氣 所以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我也不是不理他們 那從我的角度來看 至少我做任何事情我可以專心二十幾分鐘被打擾 那所以顯然是對雙方都比較好的情況 所以我剛剛想要強調就是說 不是只是說好像我自己單方面說 我有很多需求我要大家配合 而是說我讓大家知道說 如果我們彼此之間配合的話 那這個對你也好或者對大家都好 那這個時候其實很多生活上面的事情 就是大家之前沒有想過的這種做法 但是等到大家不想過 你習慣了 後來大家都發現說 這樣真的也是他也不用一直盯著手機 看我有沒有回 反正二十幾分或五十幾分 我就會開始回了嘛 那這個時候等於大家都可以各自去做別的事情 就不會一直卡在那邊 或一直去看正在輸入 正在輸入 不知道什麼時候輸入完的情況 那大概是對這個追問的回答 那對 每次都會有這樣子的生活上面的問題出現 之前我去中山大學的時候 最高分的問題是為什麼學校要脫掉我們的摩托車 那 總是一定會有這個形狀 因為匿名嘛 那 有一個時候會有人問說 請問你覺得學校訂外送是合理的嗎 然後另外禁止啊 窗簾是合法的嗎 我不知道學校訂外送是否有意思是 學校校方幫忙訂外送還是 在學校裡面每個人自己訂外送 這個 有沒有人可以稍微 clarify 一下這個問題 因為這兩個是不太一樣的情況嘛 一個是比較像 就是學校的合作社 那他自己沒有辦法 就是產生那麼多的食物 所以他就先收單 團購訂外送再進來 那另外一個是 就是每個人自己想吃什麼 就直接訂什麼 是不太一樣的樣態啦 但是 對我來講 就是只要大家討論過之後 覺得合理就是合理 大家可能可以發現說 我剛剛對任何事情的想法 大概都是這樣 就是 是以實際在這邊的人的需求來決定 那如果大家覺得某件事情合理 但是它會造成其他人的負擔 或其他的困擾 他們覺得不合理 那總是有一些 一些比較創新的想法 可以出現 像剛剛那個 每30分鐘的回資訊息的那個想法 可以同時照顧到就是多方的價值 所以我會覺得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討論題目 而且尤其是在像 Slido這種 其實我們今天只用到 Slido按讚問問題的功能啊 它還有很多免費的功能 就是包含投票啊 或者是大家發想一些創意方案啊等等 所以如果運用像這樣子的方式 在每個人都不需要舉手 變成茫茫瓜鈴鐺的老鼠的那個情況下 可以讓大家就是集思廣義 想出一些解決方案的話 那我覺得到最後一定都可以修煉到 對大家都合理的解決方案來 但因為我並不是實際一念高中 在此前我沒有念過高中 所以我不知道說在高中裡面 另外從目前實際的狀況是什麼 但對我來講 應該都可以透過這種方式 來達到一種就是比較合理的安排啦 那另外禁止啊 窗品是不是合法的喔 那要看那個充裂是誰的嘛 就是說如果那個地方是就是某個人的就是 就是私人財產 那他當然可以去禁止 就是進入他的私人財產的人去處置 他的私人財產 這個是民法這個很基本的一個原則 所以這個應該是合法的啊 那當然如果就是你在一個 根本就不是你自己的地方 然後你禁止那個地方的人要窗裡 那當然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喔 所以就是任何事情都不是抽象的 可能要放在一個具體的脈絡裡面 才比較能夠來討論喔 好 那有六十一位朋友們問說 為什麼委員願意來到那麼偏向的學校啊 對我來講我並沒有特別看偏不偏向的 就是我的行程能不能排進去 我是五月多開始到可能上個月吧 就是二期就是快要變成一期的情況下 我才重新回到這個巡迴的狀況 但是在五月就是台灣真正的第一波疫情之前 我大概隨時都是在這樣子巡迴的 因為我的工作有三個吧 其中之一就是青年參與 青年參與大概就是要收集大家對於到 就是包含更剛的制服啊 或者是服裝衣容啊 或者是另外送啊等等啊 那當然一路到說 對於在地的地方創生啊 或者是對於怎麼樣子去跟在地的文殊工作結合啊 等等比較大的一些題目 像今年Let's Talk 青年數者 大家關心的題目是 在疫情的這一面怎麼樣顧好彼此的心理健康 而且也是很棒的題目等等 那這些都是由青年來設定 我們中央要跟地方一起投入資源做哪些事情 而不是我們自己在台北的辦公室裡面 突然間就決定說接下來要執行什麼 那這個也是新課法的精神 就是每一個課法會都可以來決定自己的 agenda 那這個 agenda再透過橫向的這些公權團體啊 就是中央的洋團 然後地方的地方團 或者是教室自己提供的很私房 這些東西 它就慢慢的擴散到全台灣 然後教育故事等於是收容大家 再前一年的創新 然後去inform 它接下來的政策要怎麼設定 那就跟以前的就是 大家都是國立便衣館的執行單位 也是完全不一樣的方向嘛 所以因為我的工作是青年參與 所以我巡迴在全台灣 然後聽大家用slide這種方式 來告訴我 大家在這邊最關注什麼 那有一些我可能也不容易回答 或者是我的回答比較片面 那大家讓我知道之後 那我就會回去找青年署啊 叫教育部啊 找勞動部啊 找各種不同部會的朋友說 欸這個今天我被問到了 那有沒有什麼方法 讓我下一次不要被問到 所以這個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那不會說啊 因為偏向或不偏向 就有任何差別 希望未來要這個問題啊 好 那 OK 有五十六位朋友們問說 好 那把學生的手機喔 收去學務處喔 是不是合理的一件事情喔 嗯 當然這個是 呃 在顯示出 呃 對於老師來講 還沒有把手機 變成教材的一部分 其實就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如果把手機 或者是他的平板 變成教材的一部分的話 那不但不會 受取學務處 而且會 呃 類似像slido這種東西 會變成就是老師 在就是比較長時間的 可能三四十分鐘以上的課程裡面 呃 能夠抓住大家注意的一個方法嗎 呃 然後我有看到就是很多時候 呃 突然間這個 推一個呃 很有趣的最新問題 大家就會笑一下 那或者是說 好像在等俄羅斯方塊一樣 就是等說 欸下一個問題 他們會怎麼回答之類 那總之因為這個是 所有的問題都大家 自己參與的 那如果不是按讚 也不會浮到這麼上面 所以 這個情況下 等於大家都比較 呃 專注在這個課堂裡面 那這個對於課堂的 就是學習氣氛的凝聚 當然是一件好事 當然也不是只有slido 有很多類似的教訓 都是做這種事情 那 在學校最大的挑戰 就是說 那除非 這個老師 他自己的教法 像我的教法 已經完全 完全變成是用大家的 隨便想到什麼 我就回答什麼 來決定的 那我自己做好這個挑事 所以這個手機 對於我們這個演講 就是幫助喔 絕對不是一個障礙 但是如果老師 還沒有做這樣子的調整 或數位轉型 的話 那就會變成是 那每個人都開始 就是 不像slido上面 按讚或留言 都是回到這個課堂嘛 大家常常就去 一些別的按讚留言 不會回到這個課堂的 這些空間裡面去了喔 那如果大家都去提提 這些空間的話 等於就是 雖然人在但是 就是精神全部都好 和別的空間去了 那這個老師就 就相當的特別 所以 他就 當然就是會覺得說 那我們是不是就把 收集收起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並沒有 標準的答案 我自己當然的傾向是 事前就收集大家的問題 而且就把所有的課堂 都用來回答大家的問題 那在這個情況下 手機幾乎總是有幫助喔 絕對不會是把 注意分散掉 那但是如果沒有像 這種翻轉教室的 這樣的一種訓練的話 那大概手機 確實是會讓人 就是分心的 那有時候也有 折衷的辦法 就是 就是手機 或者是平板上面 跑的東西 變成是 學校這邊來設定 那這個叫做 Device Management 就是大家的平板 或手機 本來是自己的 但是在教室裡面 用的時候 就變成只能開Slide 滑壁享受站 那如果大家可以接受 像這樣子的用法 就是只能開Slide 都只能用來查 搜尋引擎 危機板科 或什麼東西 那這樣的話我覺得 對大部分的老師來講 他心裡會稍微 比較安心 畢竟不是每個人都像我這樣 就是玻璃性 強化到這邊 裡面有什麼也都沒有關係 的程度喔 那所以在就是說服老師 變成你手機 愛開什麼開什麼 跟把手機都收回來 中間應該還是有一些合理的 對大家 都好的教材教法 也可以大家一起試著 就是探索 然後共創看看 那有五十四位朋友們會說 想請問委員 平常時間都怎麼安排 如果在這麼多事情當中 去充分利用時間 我的安排的方式 剛剛已經講了兩個 一個是說 怎麼樣都要選擇 八小時不管分成幾段 那另外一個就是 怎麼樣都要專注工作 接近半小時喔 那絕對不能被打斷 那但是 除了這點之外 我覺得還有一個就是 蠻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 我並不會覺得說 好像我每天 一定要完成什麼事情 也就是說 我醒來的時候 我是想到一些點子 想到一些創意 沒有錯 但是不需要是我來完成 我的自己的要求 其實 我在一天結束之前 我要公佈這些想法 我要把我做的 任何可以公開的事情 都公開 不管是放到 CET平台上 放到YouTube上 放到Github上 等等 那所以這樣子 就不會有一種 好像我自己要解決 大家的問題 這種感覺 我只是 就是收到大家的問題 嘗試定義到一個程度 探索一些可能的解法 但是實際解決的人 可能是 就是更專業的 所以就是 所謂 開門造劇 你行你來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我是 讓大家看到現在 有一個廣東的問題 但是有更好解法的人 我的假設 一定不是我 一定是 就是網路上網路 專業人士 那所以我的工作只限 把它放到這個專業人士 可能看得到的地方 而且讓它可以聯絡到我 那這個時候我就不會有一種 好像我被時間追著走的 這個狀況 或者被dayline追著跑的情況 因為反正不是 我要打場 我要做的只是 砰砰給大家知道 讓大家可以討論 討論如果真的出現 什麼創新 把它帶到能夠實現 這個創新的人的眼前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也跟 就是每個人 跟自己的定位有關係 我因為是 就是對自己在工作團體裡面 是這樣的定位 所以我就比較不會有所謂 所以有沒有充分利用時間 這樣子的問題 只要不要變成瓶頸 就可以了 希望我給大家整個問題 那有四位朋友們問說 對於學業的壓力 導致學生自殺 這種事情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當然就是提前 登出這個世界 當然滿可惜啊 因為事實上 我對自己的要求也是說 我每天睡前 要就是公布我感覺上面 可能會對後面的人有幫助的事情 發表出來 那所以放到這個人生來看 就是說 在登出的時候 能夠做一些貢獻 讓世界就是比我登過的時候好一些 也就可以了 也不用說好非常多 反正在後代可以繼續做 那但是 就是如果 提早自行 強制登出的話 那就後面 你本來可以有的貢獻 那就變成沒有了吧 所以我覺得 還滿可惜的一件事情 但是 我想在大部分的情況下 強制登出就是自殺 一定不是大家 對於碰到挫折 或者壓力 的首選項 大部分人都是 先試了前面的很多個 然後發現都沒什麼用 然後最後才會 走到就是自殺的這邊 所以我覺得 我們的重點倒不是說 就是 宣導不要自殺什麼 而是說 讓他前面的這些選項變多 然後變得比較簡單 然後變得比較 就是容易 容易支持他 這樣子 所以 當然在這裡面 很多人會說 那如果我就是在一個 就是 沒有辦法 去找輔導老師 或者沒有辦法找 專業的心理人員 等等的這個情況下 就是我自己的狀態 就沒有辦法這樣子 那要怎麼辦 那其實 我們那時候 在做Siri的時候 花了很多時間 在想這件事情 就是 如果大家都不相信別人 只相信Siri 因為Siri不是人 那所以 就是跟他講一些 就是 比較像憂鬱啊 或者其他的這種念頭的時候 那Siri可以怎麼樣子的去 呃 帶領他說 那他可以在 不破壞他的匿名性的情況下 有一些心理健康相關的資源 那可以去去做 那 呃 呃 我會覺得說 在任何的情況下 不管是休學啊 或自己休息一陣子啊 或怎麼樣 總是比就是 就是強制等出好嘛 因為他是強制等出 的一個比較 和緩的這個版本 所以我也覺得說 當你感覺到 學業壓力的時候 有另外一個想法 就是說 呃 我如果是單位時間 有怎麼打壓力的話 我把單位時間 稍微拉開一點 那這個壓力就減半了 你本來是 呃 一年要完成的事情 你告訴自己 兩年再完成它 三年再完成它 那你突然間那個壓力 就減到二分之一 或者是三分之一 那在這個時候 就會多一點時間 可以去跟 就是自己相處 或是找一些 心理健康相關的 一些資源 那我之前有 呃 翻譯過一些 呃 跟情緒相關的一些 小遊戲 那 就是想用一個是 呃 呃 就是 anxiety 就是跟焦慮一起相處 對這樣子 回皮這個 自己心裡面的 焦慮是一個 很大的 一個狼 的這個角色 結果你是要看 演那個角色 的那個遊戲 那有空的話 可以稍微找一下 那我覺得那個還 還不錯 而且我在 呃翻譯那個遊戲的時候 也順便翻譯了 就是那個作者 叫Dicky Case 他自己在處理他的 焦慮症的時候 有哪些就是 讓他覺得很 很好用 可以單位壓力來 然後他分攤 呃下來 就不會給自己造成 那麼大的影響的情況 所以跟焦慮一起冒險 反正和焦慮一起冒險 但是稍微找一下 然後在呃 第一頁就有一個心理資源 呃 可以點進去 然後稍微看一下 說不定也會有些幫助 哦 好 那 有一位 呃 周同學問說 你目前最大的挫折是什麼 如何克服啊 呃 最大的挫折就是 呃 目前這個 Apple TV的投影 哦 跟我的手機不太裹波 那 差了幾秒鐘的時間 哈哈 但是已經比上一台稍微好了 那怎麼樣克服呢 大概就是 呃 我會在把問題收掉前 就是提早個三四秒鐘 然後去按下一題哦 這樣 看起來就好像是同步的 這種感覺哦 確實就是我在這種現場演講的時候 呃 通常麥克風的問題 跟投影的問題啦 兩個是最大的挫折的來源 那不過 呃 其實都有很多就是 Plan B Plan C 至不及大家就看自己的手機就好了 假設頭也完全壞掉的話 所以 因為這方面經驗很豐富 所以 雖然碰到挫折 但是大概都可以 呃 立刻就是有變動的方法 可以在呃 幾分鐘之內就解決到它 所以我對挫折的看法 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我其實會呃 呃 去把這種短時間之間 我知道怎麼克服的事情 把它認證挫折 那如果是比較長時間 我一下子又不知道怎麼解決的 我根本不把他認證挫折 我就把它變成是呃 需要跟他相處的情況 然後就可以跟他相處很久 因為所謂的挫折就是 你急著要解決它 你如果不急著要解決它 就不是挫折了嘛 所以 你如果告訴自己說 呃 這個問題是很有趣的問題 好比像說 嗯 邂逅變遷 對不對 全世界都變得更加厭熱 這個我當然不可能 想像出一個什麼方法 呃 這個十分鐘後 都解決不可能的事情 那 但是如果你急著去解決它 這個時候就會帶到非常的挫折 那 但是如果你不急著解決它 覺得說 呃 那這個是接下來是 世界二十年代要共同面對 的一個情況 呃 這個時候就有很多可以 就是跟他相處 而且他也會教你很多東西 任何大的結構性的問題 都沒有簡單的解決方案 所以是那個想要找到快速的 簡單的解決方案 讓人作成 而不是那個問題 讓人作成 所以就是跟那個問題多相處 那大概就不會有作者的感覺 我自己的經驗是這樣子 好 有些朋友們會說 請問學校花多少錢 請你來這邊演講 呃 我在這邊演講不是學校請的 是剛剛已經消失了 的一位同學 就是現在在太大歷史 因為他要回去上課的那位同學 然後就寫了一封E-mail來 然後就說 希望在他這個畢業前 我能夠來這邊演講 那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就沒有在他畢業前來這邊演講 這個上了太大歷史 我才來這邊演講 剛剛在車上也聊得很開心 對那所以就是不是花錢 是花E-mail 那相信寫E-mail的能力 他都有 所以應該是就是 呃 之後只要善用E-mail 大概就可以容易找到我演講 好我們換到了第四台電腦 到底 都不要幾台 同一台 哈哈 OK 好 那現在可以嗎 好 有四周一個人問說 我有點不好 莫敬你擔任多年政委 畢靈跟演員人士 中太大學都不一樣的人生經驗 跟色彩 想請問的是 就信狂而言 你從未來對政 從政委卸任之後 又是回話 不會往IT的語氣去精進 還是有其他向來開創的未來 那這個問題 有一個很錯誤的假設 就是我是 呃 Fortime擔任政委 不能做別的事情 但是不是這樣子 呃 我是非常的行鋼 就是我一方面擔任行政委員 但是我一方面又是七個 國際的分應力的時候 的創新組織的歷史 那所以等於是我同時 在七個不同的創業計劃當中 但是我一方面還在當政委 那為什麼可以這樣 不是因為什麼特權 任何公務人員 他只要沒有收錢 都可以去堅持 但是有收錢的堅持 才會出問題 如果是沒有收錢 然後又是公益性的事情的話 呃 最近人事件總處 才有跟全區部一個新的談事 就是你只要報備給長官就可以了 甚至連錢盒都不需要 那所以就是說 自己找事做 絕對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為什麼我要參加這麼多國際 下面這些分離的創業項目 那當然一方面 有一個非常實際的理由 就是在聯合國或者是一些 多邊的國際組織裡面 我如果是拿這個 呃 民國的政委員的這個身份的話 是進過去的 就是那一棟大樓都進過去的 但是 我如果說 那我是 Radical Exchange 的理事 Digital Futures Society 的理事 或者是什麼的理事的話 我突然就進去了 因為就是專家在那邊 也是有行為的 那所以 因為要就是讓 國際上面的朋友 聽到我們相關的故事 那在多邊 尤其是就是 PRCE 政權 在裡面的那些組織 那大概就是透過這種 曲線的方法進去 那但是 另外一個原因也是因為 確實我們在這邊去做一些 製品 或者民主的推廣的時候 我們的 Natural Ally 就是我們 呃 跟我們很自然的會結盟的 這些夥伴 是靠地想說 像以太坊的這個區塊鏈 那我跟 Vitaly Putering 就是 以太坊的創辦人之一吧 呃 就是 平方投票法 平方融資法 什麼之類的 那在以太坊那邊 釋出來之後 我們立刻拿到 我們的總統被黑客送 我們的總統文化獎 我們這邊的影響力投資 什麼之類之類的 這些政策上面來用 等於是說 我在 呃 以太坊 那邊是 研究過門 那我在實際上這邊 是開發過門 就是 研究完的東西 會是變成一隻 然後我們拿到我們的 民主整體 來使用 那這樣的好處是什麼呢 一方面是所有在 呃 以太坊就是 投入這些 民主治理的人 都知道說 欸 台灣是他們的 NATURAL LI 就是都很願意來台灣 實際上很多人 拿了金卡 就跑來台灣 那另外一方面 就是說 我們在這邊 所做的一些貢獻 那這些人是 好像 比我們的大使館 有的時候 都更有用的一些大使館 因為我們 並不是在每個國家 都有大使館 但是 以太坊研究者 全世界都有 那所以他們就可以把 我們在這邊 的一些成功抑制 這個在學習啊 或者防疫啊 或什麼的經驗 也透過他們自己的轉移 再去 他們的那個當地說 那我們也要用台灣模式 或者甚至是 施加一些壓力 讓他們的政府 會用我們這邊的一些 使出來的做法等等 所以在外交上面 當然就是 雙方面都有好處 所以 又來講就是 不管是不是 擔任真魂人 我當然就是繼續做 這樣子一件事情 那我當然很感謝 學大家的願意 就是交稅讓我全職 做其中一個部分 所以其他的才可以不收錢嘛 那但是不管是我們收錢啊 我大概在做的事情 都是相同的 希望問到這個問題 好 有四四位朋友 非常關心這個 中國青少年的權益啊 或者說 一定中國青少年 只能周末 玩三個小時的網路遊戲 不然他就要去 就是輸入別人身分證 有什麼看法 那如果換作台灣呢 這個制度是好的嗎 我想在台灣 我們不要說 推動這個制度啦 只要有任何立委 提出這個制度 他下一次就不用選了 所以 應該是 這在我這邊 這是政治上 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任何人提 類似 封網 禁網 斷網 甚至只是想到 這個在立法院 稍微講一句 那就很接近政治自殺 這個情況 事實上 都不可能有人提 那這些都必須 以法律定制 所以在立法院 不可能提的意思 也就是在台灣 不可能落地 不可能有這樣子的情況 那裡面有一個 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 我現在四十歲 四十歲以上的人 都還記得台灣 沒有言論自由 沒有出版自由的 那個時候 就是戒嚴的情況 那戒嚴的情況 大家是 已經受夠了 所以才有後來的民主化 那所以對我們來講 是好不容易 拿到了這種出版機會 解釋言論自由 那現在 只是因為 什麼什麼原因 所以現在就要 回到以前戒嚴的時代 這是大家絕對不能夠 解釋的事情 所以 可能要到我這一輩的人 都登出了 後面 就是完全沒有戒嚴記憶的人 說不定會 開始討論這件事情 但是只要就是 還有戒嚴記憶的人 還在 那對我來講 就是任何關於就是 封鎖 查記 言論審查等等 這些 就像是所有的 non-starter 都沒有辦法提 在立法院的 這樣子一件事情 所以 我自己是覺得 這是台灣 很大的一個特色 在其他的國家 他們會想到網路 不會一下子 就想到言論自由 是戒嚴的情況 比起來真的 言論做得非常好 對很多國家來講 因為他民主制度 已經存在了幾百年 所以他會覺得說 網際網路 是非常威脅到民主 它讓仇恨言論 讓很多很不好的東西 很容易地擴散 所以他會把這個當作民主 對立 那對我們來講 就是 電腦跟建言 差不多都是 就是八零年代末期 那群球諮詢網的普及 大家都開始用網路 九六年 那大概就是我們 總統直選的同一年 所以 等於大家在記憶裡面 網際網路的 這種恐怖發展 這種自由 跟我們開始可以用言論自由 是同一個記憶點 所以在這個時候 當然 你現在說 要把網路插進條 封網什麼東西 感覺上 就好像把我們 在那個時候的記憶 怕否定掉 或謀殺掉 那這個是一般人 是不接受的 至少我這個年級 或以上的人 是不接受的 所以 不管這個制度 客觀的怎麼樣 他在台灣 目前沒有政治可行性 希望要問到這個問題 那 有四方朋友問說 喂 你好 提早安心 很有幫助 個人最近接受到 本土裡面 要納入客康的消息 雖然知道 政府本人一起想要 保留那些文化 但看到高中 實施的方式 會看過必修 甚至有二學分的重量 想知道這樣子 是不是有些不妥 雖然這位朋友 快畢業了 不會經歷到 但是為了整個公益目的 還是為學弟妹問一下 我覺得這個要 我們要想一下 是說 本土語言納入客康的 這兩小型 它是 as a foreign language 就是把它當作一門外國語 那樣子抽象的學 還是 as a second language 就是透過它來接觸一些 不透過它沒有辦法接觸到 或很難接觸到的一些別的領域呢 就是 像這個跟寫程式是有一點像 就是 以我所知 那些把程式設計列為必修 但是程式設計並沒有解決 這個學生在其他學科碰到的問題 只是抽象的 學學系設計的那些國家 大概都沒有很成功 那 as a second language 就是根本不是教那些程式 而是說 你在學什麼別的事情的時候 你帶著一些很浪費時間的這種 只要重複做作業做運算做什麼 那門課就只是告訴你說 其實在試算表裡面 稍微用一些函數 你就可以節省非常多時間的那種 就是把它融入其他的科目的這種教法 那 大家都覺得說 我花這兩小時很值得 因為 我攤題來講 省了四五個小時嘛 這樣子 所以 就是學英文也是這樣 那學本土語言也是這樣 我想不管是程式語言 還是自然語言 只要 你本來想要去接觸某個文化 想要接觸某些人 想要做到某些事情 用本來你已經掌握的語言 相當困難 然後花時間 我根本不可能 那 但是你學了這種新的語言 或本土語言 或新出名語言 或什麼 突然變得很簡單 但是它只要 能夠幫你省到時間 那能夠 讓你別的方面的學習 變得更容易 那大部分人就會覺得說 那這個是很有關注的是 有融合進 我的學習的過程裡面 但是 如果是很抽象的學 只是為了抽那個實數的話 那不要說本土語言 城市語言 你也不可能學到好 所以我覺得還是在 就是這個學校的課法會 怎麼樣落實 就是 as a second language 不是 as a foreign language 的這樣子的做法 那當然每個地方 它需要融入的做法不一樣 我也很難很抽象的講 但是我會覺得說 這種新的制度的成敗 幾乎都是靠前一兩年的 大家的口碑好不好 那如果它的口碑不好的話 那就算它一開始的儀儀在聊好 那大概也都會被調整到 調整掉 但是如果在某個地方 那真的有一個口碑很好的 腳法出現了 那很快它就會擴散到全台灣 那這個新的制度 就比較能夠落地深 那一般大概都是 這樣子在發展的 所以很高興這個朋友 問了這個問題啊 我們現在本土語言 新住民語言 英語詳細語言等等 大概都碰到 同樣的這個 轉型的一個挑戰 好 那有四十三問問說 三川正文 作為修訂 英文課綱的一員 在課綱經歷的部分 學生反彈之後 有沒有打算 對於新課綱 做出相關的調整 其實英文課綱的特色 就是它是柔性課綱 比起前面的九九 再前面的課綱來講 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大家不是 國教院的執行單位 反過來 是國教院提出一些想法 但是大家都可以很容易 藉由學校的課綱會 來補上就是國教院 當時沒有想到的事情 像當時我們2015年 在討論 2014年 在討論新課堂的時候 當時聯合國還沒有 通過永續發展目標 所以我們課綱裡面 當然就沒有辦法 寫永續發展目標 因為還沒有通過嘛 但是現在 尤其在大學院 就是大學社會責任等等 全部都開始對齊 十七個永續發展目標的情況下 很多在高中端 甚至國中端 就發現SDGs融入教學 好像是他們想要做的事情 那在以前 你就要等課綱再次修訂 就是再等十年 你才能夠去改變這個框架 但現在 因為重要硬體融入教學 本來就是 每所學校可以自己做的事情 特別是透過學修加速交往等等 所以我們現在就看到很多學校 根本以前不太管 科法會當初些什麼 他就把總綱的精神 用SDGs重新編一遍這樣子 這個也是完全合法的 新課綱因為是柔性課綱 他沒有什麼強制力 所以他沒有告訴你說 好像一定要用總統 那個時候想像到的方法 來教這些素養 就跟永續發展目標一樣 他是講目標嗎 那個路徑是 每個人都可以自己來訂訂的 所以我是覺得 就是辛克剛他的做法也好 或者是他本來的一些編排也好等等 如果他有一些很具體的 想要看到改變的話 那在特定的學校 就是讓成功改變 發生最好的一個場域 就是一個讓大家看到的說 我們在就是沒有違背 自發活動功耗精神的情況下 我們用一套完全新的方法 來解釋總綱 那我覺得這也是非常好的 事實上 我們當初在做108課綱的時候 就是看體制外的一些實驗學校 他們對於同樣是各個各綱的那些 想要教的東西 那他們用一套就是相當不同的 對於學生會主題等等的方式來教 那裡面實驗成功的部分 我們把它帶到研發裡面 所以同樣的道理就是 不是只是實驗教育這邊 在每一所學校自己的教育實驗這邊 也可以累積出 接下來假設總綱還要修訂的話 那如果要往什麼方向修訂 其實現在是要往這個方向下 而即使總綱還沒有修訂 本來就是每一所學校的自主權 也比舊舊課高的時候要大 好 那我們網路又終端了 我們是不是要換到第五層電腦呢 OK 那沒關係 我們稍微模擬一下 有Centure朋友們問說 面對他人的流言蜚語 要怎麼樣成為EQ高的人 不去在意 轉換性情 我自己的建議就是要睡夠 這個好像已經變成一種扣頭牆 可是真的是這樣子 就是對我來講 只要睡夠 在睡前不管是看了什麼讓你不舒服的 我醒來都會把它變成語言的材料 然後可以很幽默 甚至可以開自己玩笑 但是如果沒有睡夠的話 那醒來可能就會卡在前一天的情緒裡面 但是怎麼樣都要睡夠這件事情 像剛剛講到的是需要協商的 就是需要跟你的同事 你的同學啊 老師啊等等 想辦法找到一個 適合自己的這種節奏 那在有時候的前景之下 那我覺得就是剛剛講到 面對任何壓力出現的時候 那你就是把那個單位時間拉長 你如果急著說 那我今天就要流言肥語通通都不見 那是不可能的 那你如果給自己這樣子的設定 這樣的壓力的話 立刻就會非常非常大的壓力 但是如果你今天的目的其實說 那我知道了這件事情 我今天要怎麼樣子的知道說 有這件事情的情況下 那我想要跟我的某個朋友 一個人就好 把這件事情講清楚 因為這個是很容易啊 你一天的時間 絕對就可以做到了 所以把就是合理的目標 設定在當天 然後把比較大的結構性的問題 一天一天這樣子累積 把它解決掉 那大概就不會造成自己太大的壓力 當然前提是每一天每一天 晚上都有睡夠的這個情況 那有30多位朋友們問說 其實現在是42文 聽說繁星生繁到頂大很容易被霸凌 那對於繁星這種容易遭人勾引制度的看法是什麼 我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我自己在大學 我是國二然後直接就去大學旁聽嘛 那所以完全是看你在大學 對旁邊的人的威脅的程度是怎麼樣 那我對其他人的威脅程度是負的 因為我根本就不會去搶他們的成績 我根本連連證書都沒有想要拿 我只是有研究題目要做 然後我去看所有的我附近的大學的老師的論文 然後我去找到他論文跟我的研究題目 我重疊的部分 然後我就直接跑去旁聽那個老師的課 那所以在那個過程裡面 那個老師是我去旁聽的課的老師 通常對我懂得好 但是又不會引起其他班校同學的季度 因為我好像一個免費的主角 他的研究方向也是我的研究方向嘛 那他如果需要就是我幫忙先看過一些文章啊 或者是查一些資料啊或怎麼樣 那我都非常願意幫忙 那在這個情況下我自然就跟其他的同學 不在一個互相競爭的這個狀況裡 雖然我進入那個課堂的方式是相當繁星的 那種方式就是我完全不是靠 就是其他人的考招的那個方式要進去嘛 那所以我覺得會不會被霸凌 一大部分是看其他人是不是把你的工作 或者是一個生活的那種態度看成這種威脅 那把它看成這種威脅 那是相互的 就是你如果覺得你一定要證明自己 然後把其他人壓下去等等 那當然其他人一定會覺得你是危險 那所以反過來講應該是會是說 那你跟他重新有哪些共同的價值 好不像說想要把課堂經營的更好再融洽 或者是說每個人更快協助他的小段 或什麼之類的 所以當你知道說其他人的價值是什麼 那你又願意幫這個公共的價值 服務到某個程度的時候 那就好像說我剛加入新成員 感染教務委員 我就很公開說 我對我自己工作的期許 就是當公僕的公僕 所以我絕對不會命令任何部會的同仁 去做他們不願意做的事情 相反的 他們不願意做的事情只要告訴我 我想辦法讓機器來幫他們做 那所以 因為我一進行就講這句話 所以我就完全跟其他的就是各部會的同仁 不是在新成的關係裡面 那我也受到做到 目前為止沒有下過什麼命令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自然就沒有說 我因為年紀太輕啊 我因為什麼別的原因啊 被霸凌的情況是根本不可能發生的 所以不管是在學校或是職場 大概都是這樣子吧 好 還有41位朋友們問說 對於在下課使用手機 會被氣警告的看法是什麼 其實我不知道這具體是 一個什麼生活公約還是怎麼樣 那但是從我的角度來看 就是像下課時間應該就是休閒的時間了 所以就是如果你使用手機就是在放鬆 或者是在休閒的話 其實我不太確定為什麼要寄警告 但是就是我也不是負責寄警告的 就是教務或者是訓導人員 所以其實我也不知道 所以如果有人知道說這個寄警告 它確定是什麼原因的話 歡迎在slider上面讓我知道 有三七文朋友們問說 請問對於大部分彰化縣的學校 這個是後來好像才冒出來的 大部分彰化縣的學校都已經接種完疫苗 只剩二零高中還沒有接種 那產生這種鄉鎮 縣市鄉鎮資源分配不均不公的情況 有什麼樣子的看法 坦白說我感到非常的意外 那另外我們從衛福部或者是機關署 接到的都是說 如果就算是巡迴沒有到這邊的話 那個別的也都可以就是上我們1922平台 那不管你是什麼年紀 只要是在DNT可以用的這個年紀了 那你也可以自己的月高就是附近的地方來打 那所以如果是就是不但巡迴也沒有 1922也沒有的話 那真的是蠻嚴重的一個情況 但我不確定實際的情況是什麼 不知道有沒有人可以補充的 或在slider上面告訴我 就是如果是既沒有循環在這邊 那也沒有辦法在1222上面預約的話 那應該就是我們的問題 我們是應該要挑戰 確實是這樣子的錯 好 那有37位朋友們問說 有時候覺得生活都一成不變 然後學測快要到了 心好累 請問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度過這個煎熬的時期 除了睡過8小時之外 那快要沒有新的梗了 再講一下新的梗好了 對 我會建議就是 如果是生活一成不變 讓你覺得心好累的話 那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去改變你的生活的場域 那像我疫情現在稍微緩和了吧 所以我現在到12月底 那我就算了一下 我還有這個10天左右的特休 那我就不管怎麼樣 我就先全部都請掉 請掉之後 我再來找說 那我要就是去什麼地方 去改變就是我的生活的環境等等 那在這個情況下 就不會變成說 好像我的同事或什麼之類 臨時才知道說 我要去別的地方 而是說我事前就告訴他們說 原來我11月這幾天 12月這幾天等等 我要轉換一個不同的環境 因為在疫情最嚴峻的那陣子 尤其是要分餐分流的時候 確實真的就是不是行政院的那個房間 就是我自己宿舍的那個房間 而且絕大五分的工作 其實都是在線上 尤其是國際的朋友 本來就都是在線上嘛 所以我會覺得說 那應該要轉換一下就是背景的環境等等 那現在因為網路是 在任何地方其實 手續都蠻好的 所以你要做的學測的準備工作 或者其他工作 只要你事前有規劃 還是可以帶到那個地方去做 那當然我也不是說就是 一定說就是這個也講完 所有人都請假了 就是專門 專門針對這個問題來回答 不是一個一般性的建議 但是確實就是 離開自己休息的環境 可能甚至只是兩三天的時間 那這種一層不變的感覺 很快就會不見 那而且也可以用一個新的方式來看 就是自己的routine 就是自己在本來的生活裡面 有沒有哪些習慣可以 稍微挑戰或稍微改一下 就不會有一種一層不變的這種感覺 那我的具體建議就是 在房間的那兩三天裡面 可能就挑某一件事情來改 因為新的習慣的養成 很難一次培養很多新的習慣 但是我們如果只是單一的習慣說 在什麼時候本來是這樣讓我解析 改成要做這樣的話 那你只要遲之以後 就是一個新的習慣 可能只花兩三分鐘的時間 先做一點點 慢慢慢慢這樣子養成 那很快就不會有一種不變的感覺 等到那個新的習慣分享起來的時候 再分享下一個習慣 再分享下一個習慣 那很快就會覺得說 沒有任何一種不變的感覺 我只知道我自己是這樣 希望有被達到這個問題 好我們還有大概五分鐘左右 有三十九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我對政務委員這個工作 新的是什麼 政務會有什麼樣的發展 那就像剛才講的 就是我的這個工作 其實我八個工作裡面 就是有薪水的那一個人 那所以如果當然 政務委員並沒有任期職了 所以如果還願意我擔任政務委員 我說接下來的總統 還願意就是我擔任政務委員的話 那我當然可以繼續做下去 那但是即使說 因為接下來不是政務委員 其實我在做的另外那七份工作 我還是會繼續做嘛 所以我的工作大概就是 像剛才講到的 把民主作為一種科學跟技術去研發 那這個在全世界範圍裡面 其實大家都覺得民主在推潮嘛 那所以我們現在說 民主是一種技術可以研發 其實是大家都很感興趣的一個題目 那第二個會說 為什麼三倍券 不是券 券 要拿一千塊來兌換 而五倍券不用 網號文號 還剛好五個喔 非常的愜意 當然我們大家都知道 實際的原因 就是說 我們這次國庫 因為台灣的前進成長 然後就是大家都發現說 我們真的國庫還剩一些 那我們之前去跟 就是立法院要的那一份特別預算 那就像國旅券也加啊等等 就是大家覺得說 用國庫可以指引 那可以指引的話 就比較沒有去年的樣子 就是大家還需要想辦法用信用卡 或者是找一個制服工具 那在今年的情況下 就比較能夠辨別你的身份 不管是健保卡 身份性自然平成等等 只要有一個身份 所以 一方面它降低性能成分 那二方面就是大家拿到時候去 可能也心情比較好 覺得時候 我不要再花一千塊錢喔 大概是這樣子 那電競產業想要發達喔 那台灣有什麼作為喔 我自己二零一六年 剛加入實踐院的時候 就是做這個體育 在當時電競還沒有被認可 做為一種運動 所以 就是連 國外的學生要進來發簽證 或者要接小區在這種場地或什麼 都很困難 因為沒有部位的意外他 體育處說沒有動到奴戈街 所以不是體育 應該是一種文化 文化沒有一百年的傳統 所以不是文化 應該是一種工業 然後工業去說 我們是管那個球場 就是管軟硬體的 從來沒有管過球員喔 他應該要是從體育 那所以 就互相推來推去 那所以 在後來我的處理方法也很簡單 就是我把電競選手所提到 他們碰到具體的問題 統統討論完之後 就PO到網路上 然後去邀請八卦版啊 魔國靈衣啊 巴哈普特啊 廖普電競啊 等等這些朋友 來提出一些想法 那裡面真的就很專業的說 他主張圍棋已經是一種電競喔 那如果圍棋是電競 當然最初很紅的 將棋喔 應該也是電競 回合制的電競嘛 因為很多比賽都是在線上來做了嘛 那所以 因為本來 國教書就有圍棋專班 那本來文化部 就有這個圍棋的替代理 反正每一個部會 對於圍棋都蠻好的 就是有一套現成的制度 所以當我們說 圍棋就是一種回合制電競 我們現在就是要把 即時的電競 納入圍棋後的 他們也要有的時候 各個部會都發現他可以幫忙 那這個就跟傳統上那種 就是每個部會都不願意採線 變成說他自己要去把這三個部會 所有的業務都納入是很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就告訴我們說 在網路上面透過像slido這種 匿名的留言的方法 對於政策形成也很有幫助 我應該還覺得 提出那些具體建議的 很可能就是承辦人本人 但是他的長官在 所以他不願意舉手掌 他只好跑去PTT留言 那但是不論如何他提出 是非女友創意的解決方案 所以我們現在的做法 當然一方面 電競已經被運動產業條例認可 是一種運動產業 那在接下來 我想有很多的工作 不是關於是政府 而是因為運產條例 對於企業的贊助 對於就是我們社會部門的贊助 對於我們國際上面的贊助等等 的這些都有相當不好的誘因 所以大部分還是要用民間的 這種力量來做到 他我們能夠做到的 就是確保說他有主管警官啊 然後自己不要擋路啊 大概這樣子 有四七二粉文文說 委員的求訊或陳不圖 於多處的學生啊 假如一個天才出生在偏鄉 因為資源落差的 他順利受教育 如此一來 是不是會造成城鄉 差距來扼殺天子通盈者 就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以我在十四歲的時候 研究的那個題目來講 可以說是文山區也是偏鄉 我蠻確定說 我北城國中裡面 就沒有其他人在研究這個題目 那以整個文山區來講 可能有沒有三個人在研究這個題目啊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自己挑的是這種很冷門的題目的話 那本來你不管在哪裡都是一種偏鄉的感覺 就是沒有什麼差別的 那但是我覺得 我們能夠至少作為政府做到的 就是可以所謂的網路取代馬路嘛 這邊講的不是只是說 就是很好的換頻的連線 或者是就是這種硬體的設備 那也包含說你在網路上面 如果碰到了就是你想要學習的題目的時候 那有足夠好的就是大小學辦啊 數位集會中心啊 USR啊等等這些支持系統 能夠讓你很快的就找到 原來不是全台灣只有你關心這件事情 也有另外幾個人關心這件事情 然後你再透過那另外幾個人 再連到全世界的社群去 那所以就算你在做的事情 是只有萬分之一的人感興趣 然後非常冷門的題目 那在台灣長也是兩千三百個人 其實蠻多的 所以重點是說 怎麼樣透過足夠好的換頻 跟足夠好的這種數位集會的連結 讓你很快找到老學辦 能夠找到那兩千三百萬人裡面的 兩千三百人裡面的那兩三個人 那能夠找到那兩三個人的話 大概就不會有所謂扼殺啊等等的這個情況 那當然這樣子的回答完全是靠網際網路 所以如果沒有網際網路的話 我也不可能這樣回答 但是現在在網際網路上這些就是共學團體等等 真的是已經蠻蓬勃發展 所以還是很推薦大家能夠多多使用 那最後一個問題喔 這個問我說是上這個男生廁所還是女生廁所 我自己的辦公室有四個洗手間 在那個小小新鮮中心 它是按照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的那個guide line 它的指令來做的 就是說在一側有男側跟女側 在另外一側是部分性別 然後跟無障礙 那當你一個建築有這四個洗手間的時候 有一個好處 就是讓你一個壞掉了 都不會造成太大的問題 那就是它會分流到另外三個去 那這個意思也是說 我們在就是設計類似這種 共融式的空間的時候 不能夠只用本來的說要非自己 不是這個就是那個的方式 因為事實上每個人在使用共融空間社 需求是這樣獨樣的 所以我覺得建研所的那個guide line 我覺得很好 因為教育部也說 所有的大學校員 我不確定高中 但應該已經超過一半的大學校員 是用建研所那個型的guide line來做 所以它是可以在不會說去造成 你現有的任何人的困擾的情況下 我們不是把男生女生穿掉 去做到一些不管是你想要帶小孩 或者是有任何需求的人 他也會覺得說他們要造成困擾 然後又可以就是 別人不會造成他困擾的這個情況 所以給共融式的設計 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 還是先去肯認彼此的需求 而不是說好像照顧一部分需求 有吸引到本來的需求 那樣就不是共融式的設計 好希望又回答到今天的問題 我剛剛這個紙條說 麻煩這個11點40 take 最後一個問題 那所以我就可能先講到這邊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 好 那個今天 這個機會 今天非常榮幸 我們大家有這個機會來到這個現場 那委員來到這個現場 然後接受我們大家的許多的這個提問 提問的這個問題 林朗白問 那我們委員也非常的親切 一一的來回答大家的這些問題 有很多關於校園問題 社會的問題 社會的問題 學習的問題 還有一些他個人成長的問題 我也非常的用心 親切的 來滿足大家這個疑惑 那容許我 佔用 今天 一點點時間 因為我 我本來也有提一個問 但是 可能 沒有被按得太多讚 那所以 我相信 今天也有很多同學 這個很好的問題 因為時間的關係 並沒有被委員 可以回答到 那 這邊 可能 就 就是 將來如果還有機會的話 我們再 在 那個 來 邀請委員 那 這邊想要請教委員 就是說 如果我們今天 本來有一個設定的一個主題 就是說 台灣社會發展的這個 創新發展的一個趨勢 想請教委員 對於這樣子一個 台灣社會創新發展的趨勢 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 個人的見解 或是你們看看 這是我一個小小的提問 謝謝 我覺得社會創新 其實就是剛才講到的 眾人知識 眾人組織 就是 關於大家的事情 要大家 會受這個影響的人 一起來決定 那 所以剛才的問題 可以說是大部分 都是這個形狀 就是 就是很抽象的來看 都是有某些價值 是社會既有的 又有一部分的人覺得 這些既有的價值 包含制服跟手機 之類 是造成這些新的 這些朋友的困擾 那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 我們怎麼樣 不要否定掉 既有的價值的重要性 的情況下 又可以讓這些新的價值 能夠有它的機會 證明說 當它的這個價值 實現的時候 它其實沒有犧牲掉 既有的價值 可以有一些折衷的一些方式 那這些融合方式 並不是說 好像雙方各退一步 相反的可能是各進一步 就是透過某些 討論的方式 特別是像這種 安全的秘密的空間的 討論的方式 然後把它擰結到 像我剛剛舉了很多 我自己的例子 怎麼樣子 有共同的價值 我們假設有很多不同的立場 沒關係 都先放下來 但是我們這些共同的價值 少數找不到的這些 是值得我們投入我們的創意 那這些創新一出現 來證明說 真的還不錯啊 好比像說 在國際上呈上去的例子 就是我們這邊 大法官實現之後 大家就去公投啊 那公投之後 就有一半的人覺得說 傳統上面 結婚是兩個家族的事情 其實那個叫結音啊 不叫結婚 結音是兩個家族的事情 但是有另外一半的人認為說 結婚是兩個人中間的事情 那在其他國家都會吵得很開交的 那在台灣 一下子我們就凝聚出去 就叫結婚不結音的 這樣子的一種社會創新 就是當兩個同性的人結婚的時候 就那兩個人結婚了 他們的家族並沒有結婚了 沒有結音啊 沒有聯姻 那所以就不需要發明一些什麼 什麼兒序女席什麼 的這種新的親族稱謂 就有了這種親族的價值 被肯定了 而且也沒有推翻 那我們2008年之後 登記婚的這些朋友 就是覺得這是兩個人 中間的權利義務 也得到了相同的權利義務 他沒有說好像破壞 我們本來的婚姻的定義 那像這個我覺得就是 台灣社會創新的發展的 最主要的一個趨勢 就是我們並不怕地震 並不怕說這個太平洋板塊 去跟歐亞路板塊去衝撞 那我們只要做好我們的防塵結構 那反而是靠著這個衝撞 有一些新的想法會出現 那就好像因為我們 每天都會再地震 所以每年每年 預想就會就是升到兩三公分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 所以這個不斷向上 仰望星空 希望回到這個問題 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 那各位校長 今天比較有要事 那我們感謝委員的指導 我們這邊一個小小的感謝狀 我們請秘書代表校長 來幫忙給委員 謝謝你們謝謝我們委員 同學我們再一次用掌聲 再次謝謝我們委員 謝謝你們 那委員難得來到我們二嶺高中 這邊想要請我們委員 跟我們全體的師生 來共同合照一張 那我們請委員 就坐在這個高橋上面 那我們請那個攝影的頭 那我們現場的那個行政頭人 也可以一起到今天來 跟我一起合照 謝謝大家 好,谢谢 那,我也知道 今天有很多我们同学老师 期待这一天的来临 他也准备了我们委员的书 希望利用这个机会 完成他们的心愿 就是请我们委员 帮他们签个名和个赞 那,对阿委员 我们是不是就借用我们一点的时间 来满足我们这些老师同学的心愿 那,相当的同学麻烦你来到前面这边